接下來我們請登記第六號 鍾嘉賓委員質詢 請證詢之阻止違線 我待會會指明我的質詢阻止 如果我講的內容 超過了這個規定 主席要制止我 可以嗎 那另外呢二十五條規定 執詢的答泊 不得以超出質詢的範圍之外 如果待會行政院的官員 他答覆超出我質詢的範圍之外 也要請主席制止 可以嗎 好謝謝 好 那就有請我們院長 還有法務部政部長 麻煩再請卓委員長備詢,也請法務部備詢 那請問政務委員可以上台嗎? 可以 可以嗎?院長? 我不清楚,因為他坐在前面 因為憲法第57條是說部會首長 今天是邀請行政院院長 列席說明是依據立法院諮詢新事法第33條是規定 係由院長說明,委員如果不需要部會首長呢 補充說明,就請相關部會首長不要回答 但可究竟提供院長資料 那可以是,那我們請林中緯先坐 沒問題 好 好 院長好 可以嗎? 可以,請 可以還是不可以,這個我... 請林中緯 這有沒有先例? 林中緯 有沒有先例? 不是,不適合上台 不適合上台 那不適合就請他回坐 林中緯請坐,對不起 好 因為我要確認一下院長的主持風格啊 對對 好,還有我們來做分離,好不好 好 部長好 部長好 我今天質詢的主旨 是做賊的喊抓賊 說謊的罵人家造謠 國會濫權不能冒充國會改革 這是我質詢的主旨 是 請教 總委員長 您應該知道我是支持行政院 複議的,是不是 謝謝委員 好 但是,我很慶幸 有行政院來提出複議 原因呢 是在於 我覺得立法院送出了一個 身為立法委員 我認為制定的很差的法律 但是我們沒有其他的方法 就透過行政院提出複議 支持他成功後 我們才有能力去改變這個法律 您同意嗎 是的 我們只是希望 大院能夠有機會 再經過民主的程序 重新審視條例的每個內容 好 但是我也覺得很遺憾 請你來 其實這些內容 應該是我跟我的國會同僚要對話 而不是透過跟你質詢 包括在我之前質詢的其他黨委員 在我後面要質詢的其他黨的委員 我必須透過你來對話 所以 可能要請你能夠容許 我透過你來轉話 可以嗎 我希望我能夠轉 好 那首先呢 請教一下 美國的國會議員 可以質詢官員嗎 美國的官員嗎 聯邦政府的官員嗎 在國會裡面 也有聽證的制度等等 那是聽證的制度 不是質詢對不對 那請問英國的內閣制 有在野黨質詢內閣的嗎 他應該有雙向的質詢 是因為他們是內閣制 對 所以質詢的閣員 本身也是國會議員 地位是平等的 所以很遺憾 為什麼你們在這裡 我要質詢你 我看到前面的質詢 這不是一個對等的關係 根據憲法第57條 行政院所列規定 向立法院負責 包括立法委員可以質詢 行政院長跟部會首長 是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第75條規定 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 所以各位不是立法委員 我們的地位上就是不一樣 您同意嗎 這個憲法的設計是如此 是的 那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 剛剛有一位副總召 他提說呢 他在山徒的發言 我唯一查得到 他對今天的法律的發言呢 就在刑法100條意圖判 都已經取消了 民進黨還用意圖犯來辦我 請問一下院長或部長什麼是意圖犯 意圖犯就是內心想的齁 都還沒有認為行出於外 那請問你知道 副總召當時 違反證交法 違反衛造文書 他是意圖 沒有著手 還是他的什麼犯刑 被法院判刑 下一頁 他是不是意圖犯 他是意圖炒股後找人 人頭假買賣 他是因為找人頭假買賣被判刑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不是因為意圖的思想 而是因為他實際的這樣的炒股行為 您了解嗎 您可能不辯回答 那我來告訴你齁 這是他的判決書啦 那我們要關心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 送出一個藐視國會 請問藐視跟意圖 他是不是有點類似的一種 抽象的概念 院長您覺得咧 藐視跟意圖 要從主觀去判定別人 這個應該有相當上的一個認定 好 那我就問你啦 現在 這三種手勢 哪一個算是藐視 中間那個是可愛啊 您可能說中間是可愛 但是我也覺得 太大興蠻可愛的 但是我就要說得說 遇到法律用詞 用這樣藐視 一種主觀判斷的方式 就是人民很傳無所適從 所以呢 就是今天我們認為這部法律 作為立法委員 我覺得很一案的 違反了法律明確訓的原則 您同意嗎 是的 好 在剛剛我們的同僚當中 有提到說 有經過三次的公聽會 請教您是誰主持的 您請他直接 洪委員直接回答 我可以告訴你 兩場是我主持的 我很清楚 所以我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但是我兩場主持的時候 前一場公聽會 國民黨的蔡昭偉 她是上午公聽會 下午就要逐跳討論 這是跟我們立法院職員 心法是有所相違啊 而我主持的那兩種公聽會 是隔週之後 那時候民進黨送的黨團盤 還在院會交付到委員會的 複議期間 我用復健的方式 放在那個公聽會 交由公聽會來討論 您需要清楚的說明 我主持的兩場公聽會 主要的是討論 民進黨黨團的版本 但是她後來在委員會被封殺了 這您也了解嗎 我知道這個過程 但是討論的內容 我當然不是很清楚 那我就告訴你討論的內容 討論內容 討論內容 有在一張主張討論一千五百分鐘 我們告訴 告訴我們行政院 我主持的時候 好 我主持的時候 是五次被強行表決散會 因為我要進入主條的時候 國民黨用人數優勢 將我們要討論的就散會掉了 所以呢 待會呢 羅志祥委員說 他說充分討論 其實呢 羅委員也在司法制委員會 根本沒有討論 至少就民進黨黨團版本 是無從討論 那您知道 國民黨的版本怎麼討論嗎 我應該認為 或許他討論的更少 好來我們看一下 呃 我們是完全沒有機會討論 他們的討論是這樣子 總共呢 有兩個提案委員 傅崑奇委員 跟黃國燈委員 他們在討論到 第二條的時候 他講的最多 他講開議日的決定 問他 我們職員行事法 民眾黨團版本的人事公聽 人事權 同意權的公聽會 他說沒有 他們要補充 問到了聽證調閱權的時候 他說 立法委員講得很清楚了 然後呢 最後呢 沒有進入到 後來修法完成的 政務院長的選舉辦法 他說這條很基本 問到了我們呢 政務院長的選舉辦法呢 他也講很多 簡單講呢 對於今天所談的標的 立法委員執權 立法委員執權行事法 跟刑法呢 幾乎啊 黃總釗是完全沒有發言 所以你認為這樣的討論充分嗎 委員在現場有領場的感覺 我想過去的立法院的討論 應該 比這個 呈現出來的樣子 應該是 更 有他實質的內容才對 但是黃總釗在 委員會的時候不討論 他在我們三二讀的時候 我們去登記 竹條發言的時候 他不但沒有登記發言 他開直播 請大家看他俊俏的臉龐 他現在要求要電視辯論 我真的不曉得 為什麼立法院 自己在審法案的時候不發言 然後呢 表決的時候 之前的豬條呢 他也不登記 就開直播 到底是要討論還是不討論 我不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過去 接下來羅委員提到 現在啊 民進黨的提案 是他 國民黨他 把民進黨主張的國會改革呢 他拿出來 你們三十年 要改革的 聽證調查 民國總黨幫你做到了 好 我為了 待會羅委員會問 所以我就先幫你做一個提示 往下看 這個 就是二零一六年民進黨黨團的版本 這是羅志強委員的版本 抄得一模一樣 我們有二零二四年的最新版本 他不抄 他抄八年前的版本 但是 你看到他這邊有什麼 有律師喔 有律師或不准陪同出席喔 他的版本是支持這個的 您知道他的版本後來怎麼處理嗎 往下看 不予真定啊 國民黨整個把它放生啊 羅志強抄二零一六年民進黨黨團版本 到了院會二讀的時候 國民黨決定 全部不予真定 跳過 那 請問 到了三讀的時候 國眾版的版本變成什麼 五十九條之四 是不是 那 律師的陪同要經過主席同意啊 所以院長 因為您在行政院 我們是當事人 我們進行中 我要說明了 待會委員如果提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請您要很清楚知道 實際的情況是什麼 不要讓說謊的人 變成在罵人造謠 來 我們這去看 抄都抄不完整 羅志強版本 也是一樣 他這邊寫啊 保命的義務 寫得清清楚楚啊 一樣 國民黨把它放生 不予真定 然後呢 後面呢 裡面寫什麼 幕僚人員離職所保護規定 通通拿掉 民進黨 眾算是八年前的版本 都比現在國眾版的 來得奏言 來得完整 您覺得如何 如果能夠一個更進步的修正案 我想不僅是 憲法院通過 行政院可以依法執行 國人也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法律 如果是走回歷史 而且比歷史更糟糕 那我們應該共同來檢討 好 這個條文呢 出現兩個很重要的關鍵 叫宣示 請問部長 你知道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 有出現宣示在哪裡嗎 是不是宣示條例 宣示條例有出現宣示這兩個字 請問院長 宣示條例是做什麼用途的 官員總統 對 就職的受宣示效忠的 但是呢 我們目前啊 所看到的 立法院執行政法當中 他的五四條之一的第三項 他說呢 詢問前 在調查的時候 令其宣示 請問部長 這個令其宣示 中華民國的法律沒有這個耶 是按著聖經嗎 是美國的好流電 按著聖經宣示嗎 請問部長這個宣示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拒絕的意思 應該是拒絕 應該是拒絕嘛 表示我要 我講的都是真的嘛 但是他 連他們自己啊 的版本當中呢 有的 調查的時候 有告訴他 你要拒絕 大家用宣示寫錯了 後面聽證的時候 他有沒有告訴他 沒有令其拒絕的誓言 如果 有虛偉不實 要罰嗎 部長要罰嗎 對 這個要罰 蛤 如果沒有拒絕呢 沒有拒絕是不要罰的 是的 說要告訴你 我的結論 院長 我們認為支持 覆益 防渡國會安全獲權 兩法決議失效 立法院重行審議 謝謝 謝謝 謝謝中嘉賓委員